另外有一名男性乘客 日前在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行下后机的时候 突然昏倒 而且一度没有了呼吸心跳 在相关人员经过13分钟的紧急处理之后 幸运救回这名乘客 但他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画面中这名头戴鸭石帽的男子原本还好好的 不料已坐到椅子上 神情开始痛苦 下一秒失去意识 后来一旁的家属发现不对劲 怎么叫也叫不醒他 连忙起身求救 我们在里面等候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的候机室 就是有一群乘客好像在惊呼 所以我们组员就探出头去 稍微看一下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时候就有组员说 好像有乘客昏倒了 上个月18号 疫情人原本要搭下午4点的班机去上海 这名65岁的成性男子在候机室 却突然心机梗舍 失去呼吸心跳 家人吓坏了 在他身上疯狂按压 直到空服员赶到 立刻将他搬到地上 直接CPR抢救 那我大概做五个循环左右 然后旁边这位就是 先生他就是消防员来接受 其他空服员帮他带上氧气罩 还用AED电击这名男子 直到医护人员赶到 将他搬上担架火速就医 而这名男子到院后 已经恢复呼吸心跳 后来进行心导管手术 不过现在还在加护病房 其实桃园机场常常会有突发状况 所以从101年开始 设置了52台AED 加上SOP救人作业 三年内已经成功挽回三条人命 台湾机场表示 未来还会提升机场内员工的急救技能 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心脏病 高血压等病史 出国药剂的携带药物 也最好有亲友随行 以避免汗事的发生 有点TV谢雨昕陈丽汉台北报道